你再够了? 开个西瓜六点了 对吧 还买个六点了 嗯 也是一种 把他都没你夹了 没你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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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哟 开西瓜 今天要得开你够个米了 婆妈今天没做事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不是卖了一点点辣椒出去了吗 他下午就在帮我打包辣椒 那个辣椒选了半天 现在我爸已经把他送到快递公司去了 你有得玩游戏干了 我让你不吃点游戏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的 这是小游戏 站起来看一下 哎呀比我还高哎现在 你那个头发怎么像猪一样啊 怎么送到天上去了 啊 太热了太热了 太热了呀 嗯 你跟妈比一下看 谁高一点 耶 那边高定了 哈哈哈哈 我弟弟还是现在高一点点了 今年还是长了一点呢 啊 长了蛮多啊 长了蛮多啊 嗯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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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家子打给哟 对 好了不好了 今天晚上到酒妈咪见 刚才我那个表姐打电话过来 说让我们去拿种子 啊 我姐在蜜罗 把蜜罗那边的那个方法 带到岳阳来了 然后要我去我舅妈家拿种子 现在我跟我妈去 我舅妈家离我们家很近的 以前就是这条路没修好的时候 开车可能要 啊 40分钟吧 现在就是 5分钟就可以到了 5分钟 这是我舅舅家门口的 啊 啊 种的这个 荷花 有没有办法吧 韩哥接蜜罐糕 现在都接了啊 莲子里 这里还有 还有一个 井 这里的井 下面的水都是冰凉冰凉的 看这个种子好漂亮 就是那个 这是什么味道啊 红枣 红枣的啊 嗯 这个就是蜜罗那个 放的那个茄 还放了米露的材料 嗯 那个是鸡 拐不得 来 抢个五包的 你拿到我一把 那我把碗子倒 我把 我把专丝就拿了 你拿到我 等下 那我都不 这包的是哪里种子 你这个是哪里 这个专丝 这个专丝是哪里 那就是这种 你真不 我妈不会包 那我把的 你拿这个包的 我把的碗子倒了 我妈她包不来 我包的很乖 我个 这种子就是乖 你懂的 你懂的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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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我搞的 把的又买外包 你给你去不信 你懂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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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好香啊 我觉得刚才吃了一个种子 还要吃一个黄瓜 这个黄瓜嫩 这个黄瓜嫩 你去问 不要 不要 那你去给她去问 不要 我去去找 等下你还在漏不来 你还在问 不要 你去看 不要 不要 他在手 在飞机 不要 在 你拿着油脂 你给他拿着油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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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他拿着油脂 你给他拿着油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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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拿着油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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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他拿着油脂 你给他拿着油脂 我今天忘记了 他帮我那个重机帐 过来 你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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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心海的 好多吗 30万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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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约不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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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约不得 我约不得 你好 我30万吗 我30万吗 不得 该装脂 刚刚好 来了还搞一双新鞋子给我穿 现在穿这种鞋还是可以 走了 大包小包提好 没知道酒吗 这样来就是 不是拿这个 就是拿哪个 还要洗 要等不等我了 你回家一把春了 嗯 那是问这是 我还要等我 我等我 你等我一天一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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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你一天一天 我爸也回来了 在收衣服 我们现在也回来了 要准备吃饭了 煮肚 不要的 你来包个没有了 包个红枣糯米 红枣糯米是吧 里面放的红枣糯米 还有那个红枣糯米 还有这个小的是吧 嗯 大一点的好吃一些吧 嗯 这是豆尖 使得最薄的 最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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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把它划破 看里面熟了没有 熟的 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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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点点不要画大头了 大头吃不完 来 我帮你按着 嗯 好香啊 朋友们 你们那里吃 这个东西的方法是怎么样吃的 我们这个就是里面放的 糯米红枣 以前在家里 我们也经常会做这个东西吃 但是每次我妈做的还是比较失败 因为糯米总是不会熟 这一次的话 他说有信心熟了 还真的熟了 菜也炒好了 鸡蛋 豆角 现在马上就准备开始吃饭了 像这个猪肚的话 就这样吃这个皮是很好吃的 嗯 也可以用辣椒炒来吃 也可以这种做法 先生这种做法呢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是怎么做的 但是 我从小到大我妈做这个就是这样做来吃的 我就比较喜欢吃 这外面的皮子 现在我妈已经正式没有开始上班了 天天就在家里陪着我 她说等会又跟我去岳阳 我说也可以 晚上我们就到那边睡觉 可以吹空调 白天我们就可以回来 就到这边吃饭 我妈这样也顾了家里面又顾了我 两边都顾了 那今天我们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要吃饭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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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